下面我们来看第二条 实现财务自由的两条路径 购买生前资产 创造生前资产 当你能够准确的认出谁是生前资产以后 你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去拥有它 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拥有你自己的生前资产呢 有两条路径可供选择 第一条路径就是买 一听到买买买 不少姑娘一定会怦然心动的 冯老师知道这是很多姑娘们的强项 后期姑娘们可以把自己从购物小龙手 变成购买生前资产的小龙手 小伙子们找老婆 也一定要在咱们商学院里找 取一个掌握了财务自由技能的老婆 做梦都会笑醒吧 走购买生前资产这条路 需要你已经有了一笔钱 或者是你的收入水平比较高 当然光有钱还是不够的 你还需要具备一定的技能 关于技能这点你不用担心 因为你已经来到了咱们商学院 技能方面呢你会很快的学会的 当你有了一些钱 又掌握了购买生前资产的技能以后 你就可以购买属于你的生前资产了 大部分同学们的做法通常如下 努力工作 提高工作技能 加薪 存更多的钱 学习买生前资产的技能 买生前资产 这里主要是指符合条件的股票和房子 生前资产生钱 生前资产生的钱大于生活支出 实现了财务自由 然后就是买买买 玩玩玩吃吃吃睡睡睡 生活如此多交 懒的同学有福了 其实这条路是懒人必备 懒的同学呢可以通过这条路径 既安全又舒适的实现财务自由 当然这条路也并不完美 它需要相对长的时间 如果你不是那么着急 完全可以通过购买生前资产的方式 来实现财务自由 如果你没有多少钱 又想比较快的实现财务自由 那也是有方法的 你可以选择第二条路径 创造生前资产 没钱买咱还不能造一个吗 走这条路只需要你能吃苦耐劳 厚脸皮即可 如果碰巧你还有较强的学习能力 那就太棒了 大部分同学的做法通常如下 努力工作 提高工作技能 学习创业技能 创造生前资产 主要就是创造公司 公司产生现金流 完善企业系统 公司给你带来更强大的现金流 让你实现财务自由 然后开启购买生前资产模式 用公司给你生的钱 去买股票 房子等等 很多个生前资产一起给你生钱 你实现财务自由 并且有成为富豪的可能 这条路起步比较容易 但是过程比较艰辛 这就像是在高速公路上开车 新手难免会紧张 不是 而且新手撞车的概率也比较大 但是还是能比较快的到达目的地 如果是老司机 那就容易多了 一旦上了高速路 就想浓入大海 那感觉真是美妙极了 不过老司机呢 都是从新手过来的 多蹭几次车 就成为老司机了 坚强的小伙子和姑娘们 可以考虑一下这条路 从草根变富豪的人 大部分走的都是这条路 其实从有钱人变富豪的 基本也是走这条路 腾讯的马化腾同学 是通过这条路从富二代变成了大富豪的 美团的王兴同学也是第一 不过呢 封老师不太喜欢拿他们举例子 因为他们已经伤害了很多人 包括封老师在内 他们一出生就是富二代 那么有钱还那么聪明 那么聪明还那么努力 真是让人嫉妒羡慕恨 感谢观看